我相信為人父母當然都很關心小朋友是否吃得足夠 如果小朋友出現減飲雜食情況的話 就更加令大家頭痛 一位在美國加州住的台灣媽媽 就因為見到自己的兒子不適應校園生活 在學校裏面又不吃又不喝 於是就要發揮一下創意 做一些特別的便當 於是就要發揮創意做一些特別的便當 希望可以引起小朋友的食慾 然後你看看她做出來的便當多漂亮 原來卡尼曾經是做過服裝設計師 加上也讀過美術 所以當她要設計在便當上 即是說手到拿來 她就用自己兒子喜歡的公仔做主題 所以你又會見到貓、兔子、火箭機械 人啤啤紅等等 而且難度也好像越來越高 還有些不同圖畫的主題 包括白雪公主、小王子等等 鮮艷的食物配色 逼真的造型 再加上廣告的構圖設計 不是看見都覺得肚餓 如果見我又不想自己煮飯的話 不如叫外賣 對呀 你會叫外賣 最少會叫什麼呢 最近叫外賣的服務 好像越來越方便 逐筆出戶 都有人送各種生活用品給你 而早前在台灣 有一位外賣員 她在網上 post了 說有一張真是很奇怪的單 破了紀錄 因為這一張單 就是訂一瓶的水 連外賣的運費 比本身的水 貴成兩倍這麼多 沒錯 這一張訂單 只是訂了一瓶 2500毫升的簡勝竹炭水 價值大約6.8港幣 即是25元新台幣 但是加上運費各樣的話 要66元新台幣 價錢貴了足足兩倍 當大家看到一瓶水 都有人叫外賣的時候 大家就紛紛在這裡給 哪一張外賣單最誇張了 原來曾經有人是叫外賣 叫一碗白飯 有人試過叫一隻茶葉蛋 一杯冰奶茶 甚至乎是一罐可樂 再加一罐咖啡 不過對於外賣員來說 你叫一枝牙策 又或者他送了一份滿漢傳席給你 最重要都是你付出錢 還有不要忘記貼士 想看多些有趣的新聞 快點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可以有更多的 Plastik膠視的布 和大家分享 下午券 再見 這個樣子 我們會讓我們盡情 有一點 希望你們有發揮 這個樣子 我們提供 吧 我們會讓你們看